消化功能障碍 你有没有曾经因紧张而胃痛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第五章中的一个例子 当那名宇航员想到自己要驾驶航天飞机飞行时 他感到怕得要命 肠胃系统对我们的情感状态特别敏感 在我早年间接受心理治疗师培训时 当时两种最常见的处方药是 安定和太未美 所以太未美之所以如此普及绝非偶然 这里解释一下 安定是一种镇静剂 太未美是一种新型胃酸控制剂 压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的肠胃系统会以一些比较复杂的方式 对觉察到的危险做出反应 当一个动物受到威胁时 它的站或逃机制就会被激活 消化系统的运行也会暂时被关闭 科学家认为 在你就要成为敌人的午餐时 你就没有必要再忙着消化自己的午餐了 在威胁结束后 消化系统的运行又会重新恢复 它会在正常活动的基础上恢复过度 科学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知道 在动物不断受到威胁时 它的胃部就会分泌过多胃酸 这样便会导致像胃痛和气胀等消化不良的问题 至少人类是这样的 这些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 往往不会被我们重视 如果它们的情况特别严重 或者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的话 它们就可能发展为一种恶性循环 就像背痛一样 这种循环既可能是由外部刺激物引发的 如病毒性感染或食物中毒 也有可能是由长期的不良情绪造成的 在我们为自己的症状担心时 问题常常就会因此而发生 比如 肠一肌综合症会导致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 它会让我们担心是否能及时找到一个洗手间 胃痛会导致我们对是否能正常饮食的担忧 而更糟的是 不断的刺激还有可能会导致癌症 像背部疼痛循环一样 这些担忧会引发恐惧和其他情绪 而它们又会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症状 大多数治疗方法是试图通过药物和饮食方面的改变来控制症状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很有用 但它们只是让我们通过关注表面的症状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片面的来看待自己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试图以此控制住病情 和应对肌肉紧张的方法一样 另外还有一种解决方案的效果会更好 1. 了解问题之所在 2. 全面恢复正常活动 3. 应对负面情绪 同样我们可以借助于正念练习 这里要再次提醒一下 在使用这种方法前 先要确认这些症状并不是由一些严重的疾病引发的 在这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正念练习来帮助你观察各种因消化系统问题 而产生的担忧思想 你可以使用禅修练习给自己的各种想法贴上标签 以增强你全面体验并承受自己病痛的能力 在你适应各种感受并让自己得到放松后 你将更容易让自己恢复正常饮食和卫生习惯 当你的胃部产生各种不舒服的感觉时 你不会再惊恐不安 而可以将它们看作是一些有趣的感受来体验 你通过练习来学习如何放弃对各种症状的控制 让它们像天气转换般来去自如 与此同时 你还应该让自己专注于如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正念练习有助于我们实现这种态度方面的转变 同时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一些潜在的压力情绪 这些情绪有可能是导致消化功能障碍的因素 我的一位患者曾使用正念练习成功地帮助她解决了肠胃功能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 玛利亚是一位40多岁的成功职业女性 她非常成功地维持了自己在事业 婚姻和三个孩子之间的平衡 唯一让她困扰的便是肠胃方面的问题 她经常感到胃痛或气障 气障时的生理反应 让她尴尬不已 并且她常常不是腹泻就是便秘 多年以来 她一直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经常去看医生 也努力在寻找各种替代治疗方法 并且试图通过服用药物和膳食补充剂来控制住自己的症状 由于一心想要找到导致自己问题的根本原因 她还专门系统地研究了各种食物 结果她将乳制品 西红柿 巧克力 含有咖啡因的食品 辛辣食品 统统从食谱中清理走 每次当她放弃一种食物后 她的症状的确会有所改善 但用不了多久 情况又会变得和原来一样了 不久前 给她看病的一位医生 认为她患的是肠道肾漏症 这是一种食物不能够得到正常消化的疾病 建议她更加严格地控制饮食 结果 吃东西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在遇到玛利亚后不久 我就发现她显然是一个在压力紧压之下几乎透不过气来的人 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心理压力很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还不得不想方设法管理好自己的饮食 因此她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我还发现另外一点 她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将内心中让她感到烦恼的负面情绪隐藏起来 并试图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工作上 在最初的几次正念禅修过程中 玛利亚的观察有了一些重要的结果 她意识到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 内心中不断充斥着各种令她担忧的想法 担心她的工作 她的家庭 以及她的消化功能 她还发现 食物能否正常消化这个问题 始终在纠缠着她 让她不得安宁 她会不断地去关注自己的腹部 老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 在经过更长时间的正念练习后 玛利亚注意到 尽管她努力想要忽略那些令她不安的想法 但她们还是会不断出现 在开始进一步探究 这些想法时 她逐渐意识到 她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而感到被爱 尽管她想要的东西都追求到手了 但她总是觉得自己和丈夫之间有一种疏离感 并且还认为自己在工作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成就 经过观察后 玛利亚开始考虑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或许导致她消化功能障碍的更大原因在于心理方面而不是饮食方面 她决定尝试正常健康的饮食 决定更加关注自己的情感 而不只是关注那些东西不能吃 玛利亚注意到 有的时候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与情感的起伏有一定关系 她在恢复正常饮食后发现 这样做并不一定会让她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事实上 她的心情会更加明显地影响到她的症状 最后 她恢复自己的正常饮食习惯 同时使用正念练习来应对她对症状的焦虑 以及生活中的其他情感问题 几个月后 她消化系统的问题得到解决 她也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投入工作和婚姻方面了 应对消化功能障碍的正念练习 前面曾经谈到过 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很好地适用于每一个人 但尽管如此 玛利亚的经历还是能够让我们得到一定启发 和应对肌肉紧张引发的疼痛感一样 开始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一下 由于症状而引起担忧或焦虑的想法出现频率怎么样 你可以求助于监控你的担忧思想练习 如果焦虑情绪非常强烈 你可以尝试使用第五章中的一些练习方法来应对它 像给思想贴标签 第六章 和想法就只是想法 第五章 这样的练习 可以用来识别并摆脱一些 长期存在的针对自己消化系统的担忧思想 如果你得到了自己所信任的医生的允许 你就可以以正常的方式进食了 有些人的确会对食物过敏或产生其他反应 这种情况下除外 接下来 你可以使用本章前面描述过的区分两支键和冲动冲浪练习 来培养一种在面对消化系统引起的各种感受时的接受态度 让自己的正常饮食计划能够坚持下去 在你对消化功能的担忧想法出现时 你只管让自己去面对它 你可以将专注力引向此时的当下感受 和慢性背痛一样 就算这个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它仍然有助于你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情感体验 尤其是那些你习惯性的 试图忽略或逃避的情感 内心知乎 第六章中曾描述过的一些练习方法同样也非常有用 尤其是关注身体中的情绪 觉察身体中的情绪 和观察一天中的情绪 如果你想更好的了解压力和焦虑 在消化功能障碍中所扮演的角色 你也可以参考肠意机综合症 以及身心关系 患肠功能紊乱 克隆氏病 结肠炎后获得健康生活的七个步骤 一书 谢谢观看